阿福会增长 主是几生 阿弥陀佛 接下来请收看 海高法师同法讲座 自在菩萨 心声薄热薄明 阿世 朝见乌云皆空 独一剑枯枯枯 沙粒子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手相信是一副十年 舍粒子是煮发空香 不生不灭不高不静不增 世故空中无色 无少相信时 无言耳闭舍山里 无色深香味出发 无言间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亦无一情 乃至无老四云无老四情 无枯击灭到 无耻云无荡 无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各位经常就像一个人坐在这边没事的样子 这就是心态平静的意思 也不要特别去想烦恼的事情 就像一个人吃饱饭在散步运动 因为这个世间没什么是大不了 那也养成那种自在 所以他们叫观自在菩萨 那要这样去面对任何事情 一般讲话叫平常心 就是要接受无常 所以一般喜欢用天空来代表智慧 那叫智慧如虚空 就是说这个天空 它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 天空之所以叫天空 是它没有分别 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 如果你的内心里面 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 那你就快乐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叫执着分别 你又痛苦了 你会觉得这个对那个错 对你来讲就会有压力 所以对对错错 它都是一个因缘果报 就是我们唯一要做的 这种慈悲心就好了 就像镜子放光 放光 你唯有很干净的镜子 你才可以放光 才可以放光 所以就经常如此 但是这样的镜的目的是在想 也为了要产生最高的效率 我怎么去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 因为你心里一乱 心里一动 那你就一直在烦你的事情 或者执着你的事情 你根本没办法想到别人 想到世界 所以我们说 要跟自然合为一体 要跟众生合为一体 路边这么多人 他们在想什么 我怎么帮助他 如果你一直在想你自己的心事 你就没办法想他的事情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也要让自己练习 也没什么好紧张的 也没什么好大不了的 但是 我一要做的是 帮助别人慈悲 因为帮助别人慈悲 没有烦恼 自己的事情就有烦恼 会给自己压力 好 我们来念一下 来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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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得自在智慧 愿圆满平等大悲 愿圆满平等大悲 愿成就无上菩提 愿普渡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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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臣佛道 有时候老实说了 就像有位菩萨 他跟我说 他要修行 他理的光头 如何如何如何 后来他就开始做生意 而且做的是燕窝的生意 当然燕窝的生意 想都知道了 也不是很好的生意 但是我问他 你不是要修行吗 能不能做这个生意 对你不好 但是他有一百个理由说 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他就失败得很严重 失败得很严重 还欠人家很多钱 那这个就是 就是如此 本来可以 不需要这么痛苦的 结果他越陷越深了 那修行的智慧 各位你就要去取舍 到底这样好不好 这个好不好不是钱 我的感情 我的地位 这个好不好是 如不如法 福不符合因果 这一点一定要想清楚 符合因果 念一下 诸而莫作 众善奉行 那基本这个 要符合因果 我想各位你到任何地方 你都想要赚钱 因为要生活嘛 那这个赚钱生活 符不符合因果 你不能说 钱多我就赚 钱少我不赚 那你宁可去赚钱多了 结果他是在造恶业的 伤害到别人或众生 那你就不能做 因为你越想要赚钱 你去做这个事情 就越损福报 事实上赚钱不是奴隶来的 奴隶只是一个小小的祝愿 是你有没有福报 你没有福报 你在怎么用功 穷人永远比有钱人用功百千万倍 但是他没钱 那有福报的人 他一辈子不知道什么烦恼赚钱 他是烦恼用钱 所以这些好像看起来是不公平的 那这个不公平是自己造的业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既然知道如此 痛苦来了 逆境来了 不顺利来了 你一定要赶快忏悔 如果痛苦来了 逆境来了 你越抱怨 你越倒霉 因为你不认错 不信因果 所以生病来了 我说痛苦来了 别人对你怎么样 你要马上反省 我的业报来了 所以我赶快忏悔 所以忏悔就是认错 也求佛菩萨加持 忏悔完以后 我赶快改变自己 去修福报 忏悔必须包括改正过时 你不能又重复那个 火上交火 这个不行 我就做那个 这个不行 干脆用赌博的 这个不行 我用骗的 那你把最后 好像你得到了 最后还不是下地狱 因为生命有轮回的 你现在赚了很多钱 结果这个钱不够你去买药 就这句话 你现在赚了很多钱 结果你生的儿子 亲戚朋友 害你更惨 赚十块 他让你赔一百块 你再了解这个 因果业报 很可怕 所以各位 你归于三宝 你唯一要相信的 就是佛讲 诸儿魔作 众善奉行 诸 诸就是一切小小的 坏事 伤害到你都不能做 千万不要为了金钱利益地位 去利用伤害到别人 或种事 这一点你一定要紧紧抓住 不然呢 就叫罚我 罚网恢恢 你躲不掉了 对不对 这个因果这种东西 躲不掉了 因为你自己种下去的 叶因这个种子已经种下去了 你跑到哪里 它又跟着你跑 这个种子碰到水 它就 啵 它就发作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忏悔 把累劫累势的这些恶业种子忏悔掉 所以我记得我们出家人乃至住在室外 每天都在忙着忏悔 至少晚上 每天 那为自己忏悔还不够的 真正的菩萨是代替众生忏悔 就像你的妈妈生病 那你一定要替你妈妈忏悔 对不对 因为她已经生病了 她不可能去忏悔 要替你的母亲求忏悔 有没有用 可以哦 这个叫什么来 转业 转业 可以的 因为她有你这个孝顺的儿女 就没问题 就像所谓无视孤魂 什么叫无视孤魂 就是没有人拜她 没有人超度她 她就很可怜 叫无视孤魂 那讲到这个希望大家慈悲啊 来 法会功德 回向所有无视孤魂 同享功德 同生净毒 那各位永远要记住 特别你在海外 这种非佛教的地方 然后这些无名孤魂 无视孤魂 从来没有人回去 所谓超度她 关心她的 所以 但是你走到哪里 你就慈悲 撒撒水啊 我想河南都是水 所以撒水没什么事的 因为 如果你在家里念好了 更好 大悲咒 钥匙咒 钢路水 增盐 各种的咒语 跟水有关系的 那你走到哪里 多喷水 所以变成习惯 当然如果有些地方 可以不识几颗米 或者说七颗米 就OK了 不识几颗米 在树下 朝里面 河边 特别河边 因为河边有很多 叫咽口鬼 有一种鬼 他就每天都在饥渴 然后呢 都在喷火烧自己 所以他就越想要喝水 越想要喝水呢 他就火越大 他喝了水 都变汽油 变溜酸 但是他就不断地受苦 但是他又停止不了 喝水的这种激动 所以就像吸毒人 他也知道吸毒最后就死 但是他那个毒瘾很强 他没办法 所以他们很痛苦的 那各位如果你 你走到哪里 给他们喷喷 你只要念观音菩萨 还可以 或者你真的很慈悲 你也开咽喉咒 赶入水枕盐 药石中 他们喝得到 给他撒两颗米 欧阿虹 希望他们吃得到 那现在可以点香 点一两根香 希望他们闻得到 希望大家很喜欢点灯 各位最好在你家的外面 有一个地方可以点灯 而且安全的地方 至少每天晚上会点一个灯 因为到了晚上 那些孤魂野鬼 叫幽冥鬼 他们永远一个孤独 很孤独 乌七妈黑的 他认为整个世界 就他一个众生 你看他多孤独 然后他心里面一直想 就像一个妈妈 今天小孩子没回家 妈妈没办法睡觉 那种很激烈的想 想他的家人 有些人会相似病到自杀 但是那些鬼就相似到病 又不能自杀 然后在永远在孤独 所以叫孤魂 很可怜的 所以我们每次法会都会想 男女孤魂 那没办法形容 就像各位 你的儿子不见了 那种痛苦 会让你一辈子痛苦 特别一个女人 她的老公没回家 她的坐船没回来 她那种孤独 如果你帮她点个灯 放在门口 让她不要灭掉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像英国人都会有个玻璃 放在里面 放在门口 这很慈悲的 所以我想这个世界 很少人知道这个 那各位既然愿意 修慈悲心 至少你要从你自己开始做起 所以放一杯水 有时候放一只香 放一些 一个饼干也好 我经常买那个很小的盘子 上面放一块饼干 饼干下面给它放水 融化都没关系 因为他们最喜欢什么 牛奶稀饭 孤独野鬼嘴巴很干 又吞不下 但是呢 他又很喜欢奶味 这个奶味不是光人的奶 或动物奶 而是妈妈的味道 这样 所以有些人说 那你叫我们不要喝牛奶 你干嘛用牛奶 我们不是喝 但是我们替母牛布施 而且肚那些可怜的小牛 需要牛奶 然后那这个母牛又富报 所以给他不是一点 牛奶的味道 给他点个光明灯 有些人很慈悲 给他挂个金凡 有些人地方还发着念佛机 对不对 这个很慈悲的 那各位你听我这样讲 如果你去做 你会觉得世间很温暖 所谓的快乐 是从你心里面快乐的 你内心充满悲心的时候 连你种在家里外面的 花草树木都会改变 很奇怪 然后你会发觉 我的腰痛怎么好了 我的腿痛好了 为什么因为你 生起这种平等的悲心的时候 你的烦恼贪嗔痴 就不会一直再进来 然后你就把它切断了 你的痛就停掉了 所以各位 所有的痛苦 病 来自于心态 你心态改变了 身体就改变了 命运就改变了 世界就改变了 这是佛教讲的 再念出来 万法唯信造 心造天堂 心造地狱 心造净土 决定在你自己 所以我们叫一心念佛 所以保持这样的心态 内心很平静 但是随缘地去慈悲 就像刚刚我们想要做烟供 问一问 不行 点一根香 可以 OK了 不能点香 水也好 重点是你有没有那个悲心 如果你没有那个悲心 把烟供烧得很大 点了几万只香 也没用 因为那个香之所以产生能量 就帮助众生 是因为我们的悲心 我想教堂里面点了这么多灯 如果加上一份悲心 这个灯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去转化这个世界 就像各位 河南的水很多 所以你一定要会念 南无宝济如来 你看到水就念宝济如来 这个水就变成一种超度众生的助缘 只要碰到这个水的乃是鱼 乃是人 他就可以消业障 叫消业升天 所以我们出家人都会背这个护身咒 宝记录来咒 因为你只要喝水 煮开水 用肥皂洗手 碰到水你就会念这个咒 就算你煮开水 因为佛教里面 你煮开水 喝水 不念这个咒犯杀身 水里面有细菌 你煮它的时候就把它杀了 但是如果你在喝之前 煮之前念这个咒 就先把它超度了 就这个意思 至少不肯它解恶语 如果你背不起来就把这个咒写好 我没有做成贴纸 就贴在你的水壶上 贴在你的茶杯上 就像我们筷子 我们筷子都印好了 我阿彼老奔咳咱老忙说 归印这个咒送给人家 为什么特别吃肉了 他这个筷子碰到那个肉 那个肉先超度再说 这个筷子 你写好这个咒 更多人念 念各种超度的咒语 这个筷子就叫接触得解脱了 不管你夹什么 夹瑕疵 夹肉 夹鱼 但是不能倒过来说 我有这个筷子 我可以大吃大喝 那你就颠倒了 是因为对方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做不到嘛 所以当然你想吃素 但是你家里人如果因为你吃素 会打你 会骂你 那叫你因缘不成熟 但是你的动机 还是一个我不忍性吃你 那还好 如果完全没有人阻止你 只是你自己的观念或自己的欲望 那就叫造业了 我想不一样 所以就像我今天前面有一盘肉 有人说 你不吃哦 不吃我把这一只牛杀死 那我一定会吃的 因为我不吃这只牛杀死 我宁可自己吃肉 我将来结恶缘 但是我将来可以跟它度它 那佛陀说 这个不是恶业 但是这一只牛将来还是会跟我结缘 但是我就会努力度了 但是我的动机虽然吃肉了 但是是为了救另外一个牛 所以当然在吃的时候 也没有快乐可以 也没有好不好吃 对不对 就像佛陀说 如果你不得不吃肉 你要观想 那个肉是你唯一的独生子的肉 你要这样观想 你不能这样 嗯 嗯 好吃 那你是欲望 欲望你就是造业了 这个骗也骗不了别人 所以一切唯心造 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现在要做一点简单的事实 各位跟我念就可以 这里面有灯 有水 有食物 有花 很庄严 各位 如果你去印尼 巴厘岛 是吧 他们做得更庄严 用那个树叶 有香 有灯 有米饭 他们会供所有的神 然后再放在地上 上供 下施 所以给我念一下 特别我们写的牌位 来 供养一切佛 供养一切法 供养一切生 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 历代祖师大德 供养所有护法善神 化为甘露 供养六道众生 供养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所有众生 一切亡魂 OM 阿 紅 紅 阿 紅 紅 阿 紅 紅 阿 紅 各位唸 NAMO Sawa Dantai Do Waluzhiti OM Sambha Nai Sambha Nai HONG 我們還會唸兩遍 然後各位就觀想 無量無邊的甘露食物 當然你要觀想這個燈 讓它脫離 早上講了男女孤魂黑暗的痛苦 這個燈 最主要是 除了脫離暫時的痛苦 讓它看到無量光 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你要加入這個觀想 這個花 讓它替它供養諸佛 這個花 也讓它像在荷蘭的花園一樣 不是地獄啦 而軌道啦 這個花 變成載它去淨土的 各種漂亮的花 這樣 就是說 你對每一個事情要把它美化 這個水變成甘露 這個牛奶是慈悲的味道 這個麵飯食物 都變成各種他們喜歡的甘露 所以各位 一個修行人 他腦筋是很豐富的 他是一個很有創意的藝術家 一個有修行人 為什麼各位 你到佛堂 都是佛堂裡面都是特別莊嚴好看的 因為修行人 他的心態 就會反映他外表 他穿衣服 他的美學很重要吧 如果一個人連穿個衣服都不好看 請問他修什麼 我也不知道 他煮的飯很難吃 請問你修什麼 我也不知道 因為修行就是要給別人暫時的快樂 好吃 好看 好聽 了解嗎 進一步看到你的好的心 和進入好的世界 所以各位 你回去照好鏡子 你的頭髮長得好不好看 不好看 好好研究 從DNA改變 心態改變 佛頭髮的亮度就改變了 你的氣色也改變 眼神也改變 所以如果一個人修行沒有改變 代表這個人沒修 所以我想水加糖就會變甜了 怎麼還鹹的還苦的呢 因為你的心態有問題 這個佛法的最重要 所有的根源 萬法的根源 不離開你的心態 就記住這句話 因為我們的心態而創造了 六道輪迴 第一二軌道 都是你的心態創造的 所以四心做佛 四心念佛 四心做佛 如何讓你的心態在佛的心 菩提心 那你就是在淨土吧 你也創造淨土給別人 所以我們碰到一個善良的人 道德的人 慈悲的人 很福報的 很快樂的 所以這一點你要隨時 所以你現在除了自己 你要有這個心態 你就可以把萬法都變成淨土 變成佛 佛變成燈了 佛變成水了 佛變成奶水了 佛變成好吃的食物了 佛變成花了 你也講 一花一如來 一葉一世界 每一個 每一個 葉子都變成淨土了 每一朵花都變成佛了 所以如果你心情很好 你今天中了獎卷 你這個時候在天堂了 你今天錢被騙了 這個時候你在地獄了 你的心態決定了 所以我們為了給別人快樂 那各位千萬要保持心態的 平靜 慈悲 你走到哪裡 你就把佛的淨土帶到哪裡了 所以很多人很喜歡修儀軌 非常好 歐盟裡邊邊 歐盟裡邊 看你都不像觀音菩薩 你唸那麼久幹嘛 因為他只是執著 我唸幾遍啊 我要幹嘛 我要得到什麼 你一點點都不像歐盟裡邊目 你一點點也不像阿彌陀佛 唸 innovative 唸佛的人怎麼那個臉看起來那麼糟糕呢 因為他的內心裡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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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时候赚钱了 阿弥陀佛 他还在想那些事情 想我要消那个 我要得到那个 我要解决那个问题 那你在念的是一个叨叨枪枪的问题 一个对立的问题 所以并不是阿弥陀佛有错 而是你的念头跟阿弥陀佛不一样 信仰只是你的麻醉剂而已 麻醉你自己 而不是你改变你自己 所以佛陀要我们 尽管各位是个屠夫 各位等一下要抓去关 但是这一刻我还是保持清静 这样就好了 因为明天是黑暗还是光明 自己不知道 未来真的很恐怖 不知道 然后怎么办 那你很紧张就没有用 佛陀说大转法轮 这个时候你赶快很清静 很清静 去念佛 去慈悲 奇怪你等一下出去 人家看不到你 以为你是个隐形人 你怎么跑掉 因为你心态改变以前 就像我的一位老和尚 叫戒德长老 那时候他们有七个法师被绑起来 然后那时候没办法 日本人用机枪扫射 然后他想说这下死了吧 然后就一直念观音菩萨 一直念观音菩萨 那愿我保持悲心 结果包括他全部都倒下去 倒下去了 他们都想说他们全部死了 等那些军人走了 他自己爬起来 奇怪神子被射到了 结果身体没被射到 他就走了 所以他后来到台湾来了 活到九十九岁 天天在超度 因为他了解这个了 所以各位 因为他的心态那时候是念观音菩萨 而是说 我不要被打死了怎么办 爸爸妈妈 我不甘愿 那他就嘣 他就 子弹就在他身上 如果那个时候他心态是慈悲 也对这些人 因为这些军人也没办法 也不是故意 他要杀我 他是被下命令的 对不对 所以他保持慈悲的时候 子弹擦身而过 就把他绳子给射断了 他没事 所以他活过来 所以他很感恩 很慈悲 所以他就天天去慈悲吧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如果 因为很多人有时候找我师父 我找你有事 我说没事 没事 你不要找我 因为你讲的事都解决不了 我已经跟你讲了慈悲 你听我讲那么多了 你还听不懂 那你要相信佛法 你事情就解决 你找我也没用 因为你跟一百个法师讲都没用 因为你不想改变心态 法师讲的老半天 就是法难道都没用 因为你用不了你的心里面 就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所以心改变 世界改变 你不改变你的心 那就没办法 好 你拿一个东西要吃的时候 布施出去 耶那三不哇哇是来齁 对不对 你们想什么都满足了 透过这个布施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米啊 是米 但是各位你想想看 这几颗米对孤魂野鬼是什么 是他们生命的黄金 念一下 吃极解脱 离苦生天 往生净土 所以佛陀讲呢 七颗米 念三变 变十座 灑出去 这些恶鬼道 一言伏提 包括整个欧洲的恶鬼道都吃得到 而且生天 往生净土 所以你不得不学 你一定要学 因为法门无量 誓愿学 只要能够帮助众生 所以 各位呢 等一下我们会 如果他们有空 买多一些米来啊 等一下 一人带一包回家啊 拜托你们啊 就开始去布施了 所以我们走到哪里 身上都会摆一点点米啊 布施啊 布施啊 放一些水啊 到处去布施 乃至各位 刚刚那个点香啊 你有药粉 对不对 这个香一点 你给它加一点点 药粉在香的头 那个有火的地方 马上它变成药味 也可以 乃至你用一点点香 就给它点火 它也会冒烟 对不对 一点点都没关系 一根手指头这么小也没关系 重点是 你有在慈悲 最重要 因为你想到生病的众生 人还有医院呢 鬼没有医院啊 苦不苦 所以希望大家开鬼医院 我们叫众生医院 也叫幽民医院 就在你家门口 点一只香那就对了 有时候你最好给它摆个咒语贴在那边 我妈你被灭烘 香点在那边 水放在那边 灯点一个 你这个太慈悲了 就像尼泊尔的人 尼泊尔的人的房子因为留好几个洞 为什么 这是他们传下来的传承给鸟住 如果家里的房子有几个洞有鸟住 那个家就吉祥 就像我们中国人 包括台湾人 如果家的屋檐有燕子来 这家发了 你是良善之家 有燕子来 所以说虽然我们要住房子 那至少我们每一个动作都能够利益众生 对众生有帮助 所以台湾人很喜欢说 猫来赚大钱 狗来付 狗来盖大房子 如果你能够收养这些可怜的流浪动物的话 那对你是个很大的福报 所以各位走到哪里啊 去去帮助这些 所以我刚刚问我们陈文龙菩萨说 我们喂海鸥有事吗 河南没事 那你们都多喂一点吧 我们到加拿大还有一点事 英国也有事 只能偷偷喂 喂了就跑 但是各位你在这边也要那么多 河南的特点就是水池多 水池里面有没有鱼啊 太多了 太多了 你一块面包分成两种 像我们喂的时候分成两种 干的小小让它浮在水面上喂小鱼 撕的捏成一团 丢在水里面撑下去喂大鱼 而且你喂鱼的时候还要记住 水中亡魂 同享甘露 记住哦 只要有水里面都有水中亡魂 海中有海中的亡魂 溺死的 古时候到现在战争 无论的各种方法都有死亡为超度的 但是你喂的时候 有行无行都同享功德 只要你有悲心 所以各位至少你养成这个习惯 就不容易出问题 有时候比如说你到一个房子 身体蛮健康 一进去以后出来头痛 身体不舒服 因为里面有鬼 只是你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怎么阴凉 起雞皮疙瘩 头痛 哪里痛 所以原因呢 哎呀 就是忘了做 所以如果你到每一个地方 翁阿宏观想一下 就像我们天天要住酒店 泰国人一定会先敲上个门 摳摳摳 我来啊 对不起哦 里面的众生和平相处 摳摳摳 你尊重他 他尊重你 我们还不够 进去还拿个水跟蜜 摸啊摸啊摸 不是给他们 那你会觉得 水在里面冷气也不会跳 晚上灯也不会亮 不然你会觉得 咪咪咕咕咕 这是什么一回事 两点就给你摸零摳摳 让你睡不着觉 他叫你好好想 他叫你好好想 你不理我 所以我想 学佛的慈悲是对 万事万物慈悲 只要有友情在你面前 你对我好 对我不好 你是一个密封 苍蝇 反正我就是要对你好 各位要做好决定 反正我就是要对你好 对这些无形的 这些土房子 房子有房子的地基组 各位你搬到一个家里 你这里面的地基组 你没有尊敬他 他会让你不好睡觉 很多有钱人 买了一个新的房子 本来他还很赚钱 很健康 买了一个新的房子 开始搬进去全家 他就开始秉深深意就垮了 为什么 因为房子里面的地基组 不高兴你来 甚至你福报不够 他不理你 他障碍你的事业 所以这个时候 那佛教叫我们要尊敬一切 所以我们 像我天天在不一样的地方 这些我已经习惯了 先到 撒水 到酒店 每次一下车 我就跑比较远 撒水 撒米 因为我有一次去印度 不知道 尼泊尔 有个野生植物园 那里面有很多动物 那天晚上我被压到天天 念什么都没用 隔天早上我另外一个法师 海盗法师你来都没有念 我说没有 我好累啊 来要念大悲咒 做做甘露施死 不能夹到你天亮 我说对对对 吓坏了 所以 那各位你养成习惯 因为你尊重万事万物 万事万物也会尊重你 就像你跑到人家 家里去睡觉 不打个招呼了 你连打招呼 他就不让你睡了 还没打招呼 他就把你打出去 外国人可以拿枪给你干掉了 所以万事万物都有他执着 这个土地是我的 这个房子是我的 这条河是我的 所以各位 你不能在河里面随便抓鱼 你抓鱼这些龙王很不高兴的 很恨你的 这些鱼是我的家族 你把我杀了干掉了 所以我想抓鱼的到后面都不好 是真的 因为你破坏到龙族的家庭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那我们对万事万物养成一个习惯 对人 你可以对他很好 供养他花 请他吃好吃的 我们对佛也是这样 对不对 漂亮的花 庄严的灯 好吃的食物 好喝的水 供养佛 那佛陀就是希望 很简单一句话 当你供养佛的时候 以这个方法去对待所有众生 对方会用他的佛性来对待你 我把你当作佛 你就会变成佛来对待我 这一点就永远记住 你要永远 永远的对佛菩萨的方法去对待别人 对待那个房子 对待那只蚂蚁 就会开发对方的佛性 就像一个女孩子 你献给她一朵花 她就觉得我一定很漂亮 因为她觉得你对她很尊敬 所以我想佛教就叫你 你怎么对待别人 别人就怎么对待你 你用慈悲心 对方用慈悲心 所以你用一个不好的心态 对方也会对你不好的心态 所以各位不要虚伪 佛教里面叫 执心是道场 残取虚伪 照合也 现在做生意 所以我送你一朵花 我陪你打高封夫球 目的呢 我要赚你的钱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一直在伤害自己 对方也不会相信你 因为她会觉得你跟她格格不入 所以那各位如果你在社会 你希望能够赚很多钱 也很多人员 而且能够将来还可以推动佛法 那你要改变你的对待人事物的方法 对待人事物的方法 你不用用什么心机 就像很多世间的学问 我要读到心理学博士 我要读到什么哲学博士 这样我才可以赢过对方 我可以拿到一个专业的执照 我可以赚多少钱 你跟对方都是对立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提出这个方法 虽然我们精进的学习 但是永远是慈悲的 永远是无我的 执心的去对待对方 这个人格你必须表现出来 你有这个动机以后 然后你研究 你看得越多 你功德越大 如果你这个动机不对 有私心 你研究越多 它变成毒 你会拿这个伤害别人 就像现在各位看网路 有些人透过文字在伤害对方 那些都是知识分子 他的笔很犀利的 这些都是读很多书看很多 而且甚至用批评佛教 因为他佛心看很多 但佛心看很多没有悲心 反而用佛教去伤害佛教 那这一点 如果各位想要修大乘佛教 那你就必须把这个改变掉 为什么 因为修大乘佛教才可以成佛 才可以真实帮助众生 那不然你就是修小乘佛教 那我只想要个人解脱 那也很好 那你就要天天的断除贪嗔痴 只是说小乘不究竟 佛成佛是希望让众生成佛 佛成佛是告诉所有众生都可成佛 这才是我们修大乘佛教的目的 那既然修大乘佛教 那各位就要广度众生 那广度众生那你要接触众生 你要了解荷兰人 了解英国人 了解中国人 了解病人 了解有钱人 了解动物 不然你就不能普度众生 你要了解他的宗教 了解他的想法 因为了解他 你才可以跟他有共同的语言 如果各位会把荷兰语讲得很好 麻烦你 不要浪费你讲荷兰语的功德 拿来多读佛经 用荷兰语言来度对方 你最好不要穿这个衣服 因为他认为你是佛教徒 有时候不好度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服装 那你可能你会用荷兰式的服装吧 但是你就代表一个智慧跟慈悲就对了 当然出家并不是这个外表 出家是因为他没有男女的欲望 没有金钱的欲望 所以他穿这个衣服 如果你穿这个衣服在想的钱 想的男男女女 那你穿这个衣服也白穿了 所以观音菩萨没有分穿什么衣服 观音菩萨他就是慈悲这样而已 那我想你在不一样的地方 你要用不一样的方法 去接触对方 但是你的动机比较重要 免得每次人家看到我们 他老外者会比少林拳吗 刚好我不会打拳 所以因为他只认识这个 所以到英国去穿这个还没用 到英国要穿这个 他们认识 因为他们认识 拉玛拉玛 所以他每一个地方不一样 但是你 所以如果我长期住在欧洲美国 英国我可能会去穿神父的衣服 至少不用 就是这样 看起来蛮好看的 但是人家会尊重你的外表 圣洁的外表那就对了 当地圣洁的外表是什么 你就去实现 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的心态很重要 如何去帮助别人 好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高通部观光局局长 中石聪 方域路关 提供民众安心隔离 加減逆的重所 这大的民众 作为来配合 方域管理促识 要对方域路关进行 請主动提出 聚集減逆 或是聚集隔离通知书 在大期间 如果不是緊急的状况 这不能离开房间 在这房间里面的 環境請自己清潔 把本社包起来 百合以后 放在房间外面的门口 不能要求 帮助应援役去拼手 提供大家 在大期间 若是需要协助 采用电话连路 方域路关应援 必须直接接触 防止严厌的风险 请大家 作为配合 隔离减力促识 团结民对疫情挑战 多续变得的扩散 瘸腿小老鼠 小村子里 三个孩子正在空地那里打球玩耍 这时候 主着拐杖的小桂远远走了过来 小桂在两岁的时候 被一辆车压断了一条腿 从那以后 他就只能主着拐杖活动 没有办法和同龄的孩子玩耍 而且有时还会被他们嘲笑 这让小桂很是自卑 小桂 过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不要叫他来 他是个瘸子 怎么能和我们一起玩呢 就是嘛 他又不能跑又不能跳的 和我们一起能玩什么啊 没错 他只能玩自己的拐杖而已 你们的话让小桂听到了 你们看他多伤心啊 听到又怎么样 我们说的是事实嘛 他就是一个不能跑不能跳的瘸子嘛 可恶的老鼠 我非抓住他们不可 爸爸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看 可恶的老鼠 把我们家的柜子都咬烂了 老公 你要想个好办法制止那些老鼠了 他们最近实在是太猖狂了 放心 我早就准备好了 这个破旧的捕鼠龙能抓到老鼠吗 当然了 只要在里面放上诱饵 那些老鼠就一定会上当的 第二天 小桂独自在家的时候 突然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阵老鼠惊慌的叫声 老鼠被抓住了 太棒了 笼子里 一只右后腿残疾的瘦弱小老鼠 正用三条腿在笼子里叠叠撞撞的寻找着出口 他一边找着 一边叽叽叫着 当他看到小桂走过来后 不由的愣了一下 眼神中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蛤 竟然是一只三条腿的瘸老鼠 这真是一只苦命的小老鼠 小小年纪就成了残疾 我还能用拐杖 他却只能拖着断腿行走 不知道他的腿是怎么弄断的 也许生下来就是残废 也许也是因为一场意外事故 不管怎么说 他真是挺可怜的 不能像别的老鼠那样 翻凉走壁寻找食物 他一定是因为肚子饿极了 才冒险钻到笼子里来的 面对这只瘸腿小老鼠 小贵不由的心生怜悯 于是便打开了捕鼠笼 将他给放了出来 你走吧 以后要小心点哦 原来他的家在那里啊 小贵的父母 在邻村的食品加工厂工作 每天都会很晚才回来 小贵只能孤单单的一个人在家里 也许是太孤单了 也许是同命相连 小贵总惦记着那只瘸腿小老鼠 他拖着一条残腿 还能找食物吗 他对四只健全的同伴 也羡慕妒忌吗 小贵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反正闲着也没事 他就静静地坐在厨房 一个被干草遮蔽的角落里 等待那窝老鼠出来活动 太好了 它们终于出现了 咦 那只瘸腿小老鼠呢 它怎么没出现啊 就在这时候 那只瘸腿小老鼠 一瘸一拐地从洞里钻了出来 它想赶紧追上同伴 可是却没有办法 这时候 大老鼠看到了灶台旁有一节玉米 玉米 太棒了 今天有吃的了 我也要吃 我也要吃 嗯 好香的玉米啊 给我留个位置 让我也吃一口 好不好啊 你走开 不要过来跟我们抢东西吃 就是 就是 玉米这么少 我们吃还不够呢 你去找别的东西吃吧 它们是一家人 这些老鼠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伴啊 灶台上面有一块红薯 哎呀 果然有一块红薯 红薯的味道可是非常美味的 这几只健康的老鼠很快便爬上了灶台 可是瘸腿小老鼠想尽办法也没有办法爬上去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们吃红薯 这些老鼠实在太不像话了 难怪那只瘸腿小老鼠会被捕鼠龙抓住 它平时真是太饿了 那只瘸腿小老鼠无法爬上灶台 于是扭头朝中老鼠刚才啃食的那节玉米看去 那玉米棒上还残留着几颗玉米粒 瘸腿小老鼠跑过去吃起了那玉米棒上残留的几颗玉米粒 这只瘸腿小老鼠实在太可怜了 不行 我得帮帮它 要不它会饿死的 此时 小贵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饼干 朝瘸腿小老鼠扔去 正在啃着玉米的瘸腿小老鼠 看到丢过来的饼干愣了一下 它紧张地四下看了看 结果一下子看到了小贵 它愣了一下 小老鼠 不要害怕 赶快吃吧 你这个家伙 竟然独自在这里偷吃饼干 就是嘛 找到好东西也不知道叫我们一起来分享 真是太过分了 走开 这些老鼠真是太可恶了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为什么总是欺负它 小家伙 你不要害怕 我这里还有饼干 说着 它又拿出一块饼干 朝瘸腿小老鼠晃了晃 瘸腿小老鼠愣了一下 它停了下来 然后扭头看着小贵 小贵将手中的饼干扔到了它面前 瘸腿小老鼠立刻朝那块饼干跑过去 然后捧起来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洞口那几只老鼠探头探脑的查看着洞外的情况 你们这些家伙不要再打我饼干的主意了 小老鼠 你慢慢吃 不用怕的 到了晚上 小贵的父亲发现厨房里还有老鼠活动的痕迹 于是便准备购买一些老鼠药 粘鼠板来对付它们 小贵很担心 它担心那只行动不便的瘸腿小老鼠受到伤害 爸 妈 我不是放暑假了吗 这些天我在家里将厨房收拾干净 不留一点食物 那些老鼠没东西吃就会跑走的 何必还要花钱买老鼠药和粘鼠板啊 傻孩子 即便没有吃的老鼠也会啃食家里别的东西啊 上一次我们家的柜子不就让老鼠给啃坏了吗 是啊 他们哪里能这么容易就离开呢 爸爸 妈妈 你们就让我试试吧 这段时间我就守在厨房里 我不信屋子里有人那些老鼠还敢出来偷东西吃 好吧 那就让你试一试吧 就这样 小贵把厨房角角落落彻底清扫了一遍 不留下一粒饭渣 一块菜皮 他还把米缸和水桶用木盖盖的紧紧的 把头往院子的水沟用砖头铺得非常密合 整个厨房尖壁清野 不给老鼠有任何找到食物的机会 几天下来 那群老鼠真饿得搬了家 不过瘸腿小老鼠却没有离开 因为这段时间 小贵一直在偷偷喂着它 你这个家伙真是机灵啊 怎么知道这是我发的信号呢 哈哈 小家伙 快吃吧 现在只有你自己留在这里了 你的那些同伴不会再来和你抢食物了 小老鼠 以后只有听到我的信号才能出来哦 要是让我父母看到家里还有老鼠可就糟了 你听到没有 瘸腿小老鼠已经习惯了从小贵手里接食物吃 只要小贵一发出信号 它就会从墙洞里钻出来 一瘸一拐地来到它面前 用清澈无邪的小眼睛望着它 吱吱叫唤 小贵当然不会让它失望 它总是把最好的 连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零食省下来喂它 现在 它即使把食物扔在自己脚边 瘸腿小老鼠也毫无顾忌地过来吃 转眼间半年过去了 在一天夜里 小贵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叫声 这家伙你是不是又饿了 嗯 啊 你怎么胆子变大 半夜跑出来了呢 对了 你不是不能爬高吗 今天竟然爬到这里来了 哎呀别叫了 要是吵醒我父母的话可就糟糕了 这是什么声音呢 哎呀老鼠 可恶的老鼠竟然跑到床上了 哎 没打到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老鼠 有一只老鼠刚才跑到床上了 什么 老鼠都跑进卧室里了 太可怕了 赶快抓住它 爸爸妈妈 你们等等我 就在小贵一家人追赶着瘸腿小老鼠 跑出屋子的那一瞬间 突然地动山摇 一场地震 瞬间让他们的房屋倒塌成一堆废墟 真是好险啊 要不是我们及时跑了出来 那现在应该会被压在废墟里了 是啊 这么说来 倒是那只老鼠救了我们 原来是这样啊 小老鼠之所以出现在卧室 那是想要救我们啊 谢谢你 小老鼠